夏季行车由于高温 一定要更加注意谨慎驾驶 安全出行 7月8日在温州绕城高速 领备隧道内 一名驾驶员因为手滑 没握紧方向盘 加上车速很快 一下子就撞上了隧道壁 现场相当惨烈 车头严重受损前挡风玻璃碎裂 驾驶室内安全气囊全部弹出 要不是当时私承人员都系了安全带 可能就已经从车里飞出去了 所以大家切记安全带生命带 前排后排都要系